只要有小孩的家庭,大学学费基本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什么时候给孩子存大学学费,用什么方法来存 529的政府补贴的储蓄计划,我们要不要开这个账户 这个会不会影响奖学金的申请 需要存多少钱在这里面,它有没有限制 钱的话可以用在哪些方面,用不完的钱怎么办 还有就是它的投资策略,这些问题呢 我会在接下来一一跟大家讲解,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今天可能只讲前面一部分,后面的话 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跟大家继续把它讲完 529是向美国国家赞助的投资计划 使你能够为孩子存钱并且支付教育费用 因为是国家赞助,所以说它提供了非常多的税收优惠 任何人都可以开设,不一定是孩子的父母,也不限年龄 那受益人也可以是任何人,你的孩子,孙辈,甚至是你自己 或者你的朋友都可以 而且这个账户的话非常灵活,它没有年龄跟收入的限制 你甚至不用在你所居住的州开设 美国任何个地方,你都可以开设这个账户 529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收益免税 它是用税后的钱去存入这个账户 所有的收益全部都是免税的 这是政府补贴你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政府补贴的可以收益免税的项目 在美国就是Rosa-Ira 这两个的话,一个是政府鼓励你给小孩子教育基金存钱 另外一个是政府鼓励你给自己的退休生活存钱 所以说这两个大家可以好好利用 还有一个的话是对小孩子奖学金影响比较小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还有的话就是一些州的话它可以抵免收入税 据我所知,德州、加州、佛里达州它都不抵免 纽约州的话可以抵免一部分 具体的话你可以问你的会计师 还有的话有些人把它作为遗产规划的一种方式 因为遗产税非常高 那529它其实可以作为赠予税的一部分 就是赠予小孩子的东西的话 你是有一定的免税额度的还挺高的 所以说你就这样子可以避免挺大的一部分税收 还有一个好处它是它的可控性 因为你的受益人是小孩子 给它花在小孩子身上 但是这个账户是在你个人名下的 不管是父母还是主父母 所以说该怎么花这笔钱 什么时候花这笔钱 都是可以由监护人来决定的 那这样子比把钱直接给小孩子 这个可靠性就大了非常多 刚才提到529教育储蓄 会不会影响孩子申请奖学金 其实它的影响非常小 它作为父母的资产 是类同于家庭的股票债券 储蓄这些资产的 所以说在申请奖学金 EFC的评估系统当中 它都是以最高5.6%的资产比例 进行你家庭资产计算 那如果你把钱直接放在小孩子的名下的话 这个资产比例就非常高了 直接高达20% 至于每个月要存多少钱 我们可以分两步 第一步呢我们算一下整个大学期间 我们需要多少费用 第二步的话我带你们算一下 按照这个费用 我们每个月需要存多少钱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排名前几的学校 它的每年的学费有多少 毕竟梦想也是要有的 然后Princeton的话 它一年的学费是57,000 MIT的话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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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斯坦福大学的话是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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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年下来的话 接近于15万美金 然后如果你是在 本周的公立大学上的话 那会比较便宜一些 是两万三亿年学杂费加生活费 四年下来的话 可以控制在十万之内 外周的话就比较不合算 因为也是州立学校公立的 那他的学费是 一年四万加上生活费 四年下来要十六万 刚刚私立学校我们看过了 比较好的 当然是比较贵的 他的学费生活费的话 是七万六一年 这个数字还比较合理 因为我们刚刚看 他学费一年的话就要六万 那加上生活费 所以说四年下来 差不多要三十万 如果是私立的 就是比较平均的数值的话 是五万一年 四年下来的话 也需要有二十万美金 孩子真不容易啊 当然就是说这么一笔钱 不是说全部都要你自己存下来 美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基本上我们华人家庭 三分之一的话 都可以申请到奖学金 这样子那样子的 你可以通过申请奖学金 补贴一部分 还有的呢 就是说小孩子生活费的话 你可以让他在学校内 校内或者校外做一些兼职 甚至可以通过一些住学贷款啊 我知道还有些华人家 请他通过自己房子的HELOC 来取出一部分钱付学费 所以说各种方法都有的 那我们只是以这个 省税的五二九计划 我们来算一算 大致你要存个多少钱 会比较合适一些 如果我以每周存一百块钱为例 那一个月我可以存到四百一年的话 是四千八 收益的话 如果说是你小孩子一出生 你就给他存的话 存十八年 我按照平均收益百分之七来算 那基本上十八年之后 你就有可以存了十六万的资产 那这个钱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的学校 你都可以覆盖住了 包括是私立 一般的私立学校 你也可以覆盖住他的费用了 当然就是说 最贵的那一档的话 还差那么一点点缺口 但是如果说你小孩子挺大了 可能上小学了 初中的时候 你才考虑到要存大学学费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时间窗口就比较小了 比如说他十岁的时候 那你只有八年的时间可以存钱 如果是也是每周存一百的话呢 八年时间你可能存了不到五万块钱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缺口还是挺大的 不管是公里还是私立 都有好几万的一个缺口 那这个时候 你是靠小孩子奖学金 或者是一些打工的 或者说是你从其他地方调用一些钱过来 来弥补这个缺口 都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或者说咬咬牙 我在储蓄账户当中 一个月一周存两百块钱 那一年的话也挺多的了 要存九千六接近一万块钱 那你八年下来的话 可以存接近十万的 周内的基本上都可以覆盖住了 但是其实如果是私立的话 这个缺口还是挺大的 所以说真的存钱要振造 时间窗口越长 你的收益真的是越大 然后省税的额度也是越多 今天讲不完了 还有一些内容 比如说529的话 它的限制在哪里 钱的话除了你的学费 你可以用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住的或者是食宿这些东西 但是有什么限制 没用完的钱怎么办呢 就是除了就是一些传统的方法之外 现在还可以放到Rose Era里面去 当然你需要有方法的 还有主妇主母 你给孙辈如果开529账户的话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你得小心 因为就是说如果不好的话 它其实会有一些罚金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529 你怎么样进行一个投资策略 投资组合的分配 这些的话我会在接下来的一期到两期 跟大家把它签订里顺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好谢谢大家